来看到这个应该算是好消息 你看到气象局在脸书上 po文说水啦 为什么呢 因为水要来了 终于盼到封面来报到了 这一道的封面也将是 今年春季就是2到4月 最后一道的封面 再来时节就要进入到 梅雨季也就是5、6月了 期盼这个封面 可以当我们的水库 带来一些帮助 今年白天的封面将会接近到 台湾的北部海面 封面的前缘会有一些水气 移入到台湾 那中部以北 还有东半部的地区 云量偏多 而且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在南部的山区 午后也会有 对流云系的发展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 封面的影响 各地都有机会出现 局部的雷震雨 尤其是北部的雨势 会更明显一点 可是这个封面来得快 去得也快 到了后天晚间 这封面就会远离了 降雨就会趋于缓和 虽然封面带来一些雨 不过距离真正 我们台湾的大地要解渴 还有一段距离 大家继续的持续的节约用水 气象局也预测说 封面接近之后 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将会有雨 你看到 现在在台北啊 或是在北部地区 其实都有下着 零零星星的雨 那在中部地区 还有苗栗 台中也陆陆续续 下起了毛毛雨 但可惜雨势还不是很大 民众都很期盼说 封面可以带来 再丰沛一点的水气 缓解现在的水晴焊象 我们可以看到 苗栗市区一早就下起小雨 地上已经湿透 雨声是滴滴答答 驾驶人要开车 得开着雨刷 才能够看清楚路况 苗栗已经下雨 但是台中市区 是还没有明显的雨势 但云层是蛮厚的 有民众从北屯区骑车 要进入中西区 就说北屯区 已经开始飘起毛毛雨 我们先来听一段 民众怎么说 根据气象局预报呢 28号 29号这两天 因为封面的接近中部 以北跟东半部 会有局部的震雨或雷雨 民众都很期待 尤其是中部的民众 因为正在经历 第四周的公伍亭和限水 对于大雨更是渴望 能够天降甘霖帮水库捷克 那其实这几天呢 也陆续有些雨 值得兴奋的是 日月潭在4月27号的下午 一点开始到4点 是下了三个小时的雨 大雨是稀里哗啦 累计雨量大概是有10毫米左右 那水利署也说 因为这场雨有下对地方 水库多有进涨 日月潭跟物色水库 是进涨了20万吨的水 进涨蛮多的 那附近居民跟商家 也都很期待 雨神能够这次眷顾 能够来提高日月潭的水位 好我们看到在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加上华南的云雨带东移 所以这两天台湾陆陆续续会降出零星的降雨 不少民众在脸书很兴奋说 终于天降甘霖了 不过这雨有没有下对地方 这很重要 对于中南部的水库 到底有没有精准的进涨这些水呢 根据水利署统计 到27号晚间7点 全台北中南各主要的水库蓄水率分别 听好了 石门水库是21.2% 永和山水库是4.6% 宝山水库是13.6% 宝二水库是4.7% 明德水库是9.2% 李渔潭水库是5.1% 德基水库是3.6% 日月潭水库是31.9% 物色水库是9% 正闻水库是8.9% 雨有下对的地方 包括了石门水库 宝山宝二 还有日月潭 以及物色水库都有进涨 其中日月潭跟物色水库的 20万吨水量是进涨最多的 不过其他的水库 看起来还是要多多加油了 尤其像是德基水库 这一波的雨势 感觉好像没有很精准的 下在德基水库 德基水库虽然还有一点点的降雨 但是还是缺水的状态 现在台电又说 用电量要增加10亿度 让中部人忧心说 那中火会增加燃煤量 空污又会加剧 怒皮说 难道中部人的命不是命吗 南投已经因为热对流 连续两天大雨骤降 游客店家都非常的惊喜 南投因为热对流旺盛 寒碧楼滂沱大雨 雨淡狂炸商店街道 游客纷纷传雨 移撑伞避雨 26号才连下四个小时的雨 没想到隔天又下 我们第一次出来旅游 第一次遇到水 普里镇有农民为了保护 保育类台湾白鱼的漆地 将地下用圈接管注入溪流 希望雨群能存活 缺水窘境同样也冲击 日月潭游艇商家 24号起改成包船制 不再像以前提供散客搭乘游玩 包船价钱的乱象 比如说两五人以内的 有一千五的 到游览车的到五千块都有 台中和平山区 德基水阔金水区也下雨了 山区派出所与同样 噼里啪啦的下 台中不仅水晴亮红灯 现在吹东风 导致西半部被风涡流扩散 条件变差 北部竹苗中南部空瓶普通 当午后山区量举景 空无问题加剧 台电右手用电量大增十亿度 让人忧心要增加中火燃煤量 有人怒劈难道中部人的命不是命 另外张宾工业区利用电镀水吸附系统 将大量废一经玻璃 投入水循环中 保守估计可以减少三分之一 重金属污泥 一滴三成水量 节省珍贵水资源 记者组合报导 我是戴力钢 今天开始天气齐了 日夜温差很明显 礼拜五开始 中午就是偏暖的天气了 我们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外岛地区温度 依然比较偏冷 因为一个气象的成功 不是靠我一个气象主播 戴力钢 每天在中天为你说天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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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